在浙江嘉仙的一个小山村里呢,竟然发现了一座国界桥 桥山呢,虽然连20米都不到,但是却是两国的分界线 那么,这里到底发生过什么?这座桥又是哪国和哪国的分界线呢? 哈喽,大家好,今天呢,我们看个十分特别的地方啊 从宁波出发,大概行驶200多公里 这一次是专门来探访这座小桥 这是我第一天自驾出发 这次呢,准备自驾去往西北 我们的目的地到了啊,就是这里 红河村,红河村下的岐甘夏村 这个村子呢,十分的富有,十分的美丽 这里有大片的核糖 这个视频代价非常大啊 车撑了两票,因为走错路了 走到一条小路上 包括这边啊 哇,代价太大了啊,这个视频 在村口呢,询问了一个老人 老人告诉我呢,要从这边走 还要拐个弯,才能找到这个地方 非常难找啊 大概有一两年了,没有来农村旅游 看到这边的大白鹅呢,感觉十分的亲切啊 拐过弯来,我们就看到这条小河 这条小河呢,看似很普通啊 实则这条小河名气非常的大啊 这条河呢,又叫九里港呢,又叫国际河 所以说这个名称呢,非常的霸气啊 这边写的此地进入,注意安全 看这个木板还有问题 那边那个桥应该就是国际桥 我们现在过去看一下 这边地岸上建设的很美啊 这个村子呢,也是古香古色的 这边的环境挺好的,还建的公共厕所 看起来这个并不像个景区啊 但是建设的呢,非常的漂亮,也很干净啊 这里还安装了监控头 还有一个小的城门楼啊 这个城门楼是干什么的 这边旗子上写的是旗杆下 查了一下,这里可能曾经是吴越交战的古战场 而吴王河绿呢,就是在这里被砍掉了一个脚趾头 我们沿着这个地岸走啊 这条河其实呢,非常的长啊 看似近纸,实际上通到了嘉兴的市里面 所以叫九里港,九里港呢,也是有九公里长 看这里写的啊 嘉兴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国界桥 这里为什么会有座国界桥呢 这个国界桥呢,年代已经是非常之久了啊 这边有个栅栏,不让过去 但是呢,这边还有个洞可以钻进去 到底要不要钻一下呢 看一下啊,这个桥年代很久了 已经拿那种的钢丝 稳固起来了,固定起来了 据说呢,这个桥啊 明代的时候又重修了一遍 但是奇怪的是,明代的时候为什么要修这个桥呢 那这个桥到底是哪国和哪国的分界呢 据相关资料记载啊 这座桥最早是修于宋代 明代又重修 到了清代,也就是嘉兴十六年呢 又再次重修 这座桥呢,最早就是吴越两国的分界线 国界线 这边有介绍啊 我现在站的地方在南边 这边就是越国 然后呢,最理之在呢 就发生在这里 也就是吴王河驴的脚趾头呢 被砍掉的地方 我们注意看最里面的桥下 有一个石雕白色的 可能看不太清楚 那个就是吴王夫拆的雕像 而在它的对面呢 就是越王勾建的雕像 只可惜呢 这座桥现在被护栏拦住了 我们过不去 在桥的东侧 也就是这个桥墩下面 这个桥墩是长方形的 很特别啊 这里面呢 有一副银脸是什么呢 新印斗牛林克架 地银无越判红狗 记录的就是 五月战争的情况 这座桥呢 虽然小 但是名气却非常大 历史上很多文人梦可 来这里怀骨平调 这里呢 还有钢网防护 在这里千万注意啊 千万不要好派 不要问我为什么 你来了就知道了 这个村子的环境呢 是十分的优美啊 他们的口号就是 消灭文银 所以呢 在这个村子里呢 我感觉到啊 很难见到蚊子和苍蝇 也是让我逛的最舒适的一个农村吧 这就是一个农村的 这个村子里呢